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球还是顶偏了 那么简单的是吧 感觉埃德尔自己要打 果然又叫射门了 这球也是差的不远 在空中的弧线滑得很美妙 只可惜距离的原因 到门前没有能够兜过来 宋尼哥队上面场的第一次角球 内拳球开到前点 投球一蹭 无析完成了投球攻门 博尔克抓住对方失误的一个机会 传 传阿纳托维奇小角度的打门 强打 这是在中路的一次 有两名外员之间配合 右脚开起来 在外围 好球 看看木一的射门 弹地球 天了 博尔克 左脚射门 不超扑得漂亮 这时候博尔克打得也好 打得很精彩 扑得也很神勇 脚球又有变化 战术脚球配合 奥斯卡在船中 投球顶到了 吕文军 对苏尼克的球门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苏尼克对连续进攻的机会 还是艾德尔拿球 今天他的状态相当的不错 直接传身前就传得漂亮 看看特谢拉挑过了门镜 球进了 苏尼克对在第54分钟打破了0比0的平衡 而进球的 是球队队史第一射手特谢拉 而助攻的 是表现非常出色的艾德尔埃特连线 再次出现在赛场上 这个球呢 是定位球演变成后面的这个进球 特谢拉一直是埋伏在也没有越位 这么看的话 应该是没有越位 当然还需要确认啊 接位球快速投掷 又是母一 这时候要小心他 右脚的船中 投球顶到王升超 无锡也是在防守端 有很强水平的球员 刚才就是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上 这是一个买提江的大动作犯规 红牌 直红被罚出场 比赛在下半场第68分钟又出现了 一个情况就是直红出现了 而被罚出场的 是上海上港队的中场买提江 这我估计应该让齐希坤裁判自己要去看 这边无锡和霍尔克很有趣啊 就这一个犯规还在进行着交流 特杰拉反击来了 埃德尔机会给到漂亮 特杰拉的速度起来 中路有两名队友在位置上 给到埃德尔 一脚右脚的射纹 也就是埃特连线 两个人在高速移动中 其实对于对方的位置是很熟悉和了解的 就更多的要指望留在场上的这两个外援了 打身后传得非常漂亮 看看王山超传到门前 有了 乌龙球出现了 一问就是王山超那边接球的时候 有没有越位 张成自败乌龙 但是王山超传球找后点的吕文君 这个球张成也是出现在传球的线路上 但是应该是不慎把球撞进了四架球门 比分变成1比1 并不越位 这条球传得非常漂亮 谢谢大家